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狐 上週練練堂發布了他們2023年度的第一場直面會 至於玩家滿不滿意這次的直面會內容 我想那還真的是很看玩家每個人自己的想法嘛 我其實也很好奇 多數的玩家對這次的直面會有怎麼樣的看法 也想知道大家會對哪些遊戲有興趣 於是在之前有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總共收集到了231位玩家的想法 今天的影片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在這些玩家的心中是否滿意這次的直面會 以及他們感興趣的遊戲與會購買的遊戲喔 首先我們就先從直面會的滿意度開始看齊喔 總共收集到231位玩家的答案 其中67.1%的玩家是滿意這次的直面會的 32.9%的玩家不滿意這次的直面會 對 從問卷的比例來看 接近7成的玩家還是滿意的喔 可以說是多數玩家了啦 不過同樣的問題啊 我有在我的YouTube社群上做了調查 在社群的投票問答當中 我把選項多增加了一個 分成滿意不滿意還行喔 當我們做出了這樣的區分之後 總共累積了3365位玩家的投票 並且其中有23%的玩家是滿意這次的直面會的 有56%的玩家選擇了還行喔 只有21%的玩家選擇了不滿意 就這兩個結果來看 整體來說 任天堂這次的直面會還是介於微妙的狀態當中 多數的玩家更願意選擇一個魔人兩可的答案 而不是給出肯定的滿意 如果根據這兩筆資料來看 我會覺得這次任天堂的直面會 給多數的玩家還是一種中規中矩的感覺 而沒有太多額外的驚喜 這個結果還算不會太意外 但在下一次沒有了薩爾達稱場之後 就值得好奇 任天堂會拿出怎麼樣的壓軸了 如果6月的直面會順利舉辦 那麼可以預期會有驚喜呈現囉 那接下來就來看看多數玩家感興趣的遊戲 這次的問卷中 我把題目分成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這次的直面會當中 你有興趣的遊戲有哪一些 第二個是會買的遊戲有哪一些 主要是想看看玩家在想法上的差距 總共231份問卷當中 只有209人在有興趣的遊戲中填寫了答案 也就是有22位玩家是不滿意到 連一款有興趣的都沒有喔 而其中又只有180人在會買的遊戲中填寫答案 有29位玩家對遊戲有興趣 但還沒有到非買不可的地步 依照這個數據計算 有51位玩家看完之後 完全沒有要買遊戲 大約是總數的22% 而剛剛不滿意的玩家比例有32.9% 也就是有將近10%的玩家 雖然對這次的直面會不滿意 但依然會有想要買的遊戲 不過這邊要先說明一下喔 這次的調查我並沒有把 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放入選項當中 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他在過去的直面會中出現過了 這次是給出新的預告片 我的認知當中 原本會買的玩家就確定會買了 比較少玩家因為這次的預告而突然想買喔 其餘遊戲的部分多少有新的消息 也因此王國之類不列入統計 如果考慮到王國之類 或許不滿意又不買的比例 會略為下降也說不定喔 遊戲方面最多人有興趣的遊戲第一名 是獲得了126票的新資卡比Wii豪華版 他在會買的遊戲當中也拿下了第一名 總共拿到了82票 這款遊戲是近期就要推出的遊戲 遊戲本身是一款一隻遊戲 原本以為就是在原版內容當中 做出系統強化、加入要素等等 在這次的直面會當中 公開了劇情模式全破之後的全新內容 魔法洛雅後繼 即使是過去有買過原版的玩家 也可以在這款遊戲當中找到新的樂趣 另外遊戲還有收錄派對遊戲的玩法 確實多個面向來看都相當吸引人喔 在我心中 他也是我最期待的遊戲第一名喔 有興趣的遊戲第二名 是獲得了114票的皮克敏4 他在會買的遊戲當中也獲得了第二名 總共拿到了70票 皮克敏的全新遊戲在這次的直面會上 首度公開了畫面與發售日期 在玩法上新增了宇宙犬與冰凍皮克敏 讓遊戲的豐富度上升 宇宙犬的出現也或許會影響到整體的遊戲節奏 確實令人好奇 這款同樣是我心中期待的第二名喔 有興趣的遊戲第三名 一共有兩位 首先是獲得了63票的 瑪莉的煉金工坊Remake 薩爾布魯克的煉金術師 他在會買的遊戲當中喔 拿到了第四名 總共獲得了36票 瑪莉的煉金工坊完全重製 對於煉金系列的老玩家來說 這是初代重新呈現的感動 而對於沒有玩過的玩家 這次的重製畫面也確實很漂亮 會是一個接觸初代的好機會 我這次同樣也會買下來體驗 有興趣的遊戲第三名第二款 同樣獲得了63票的 迪士尼奇幻島 他在會買的遊戲當中拿到了第六名 總共獲得了28票 是目前有興趣與會買的遊戲 轉換率最低的遊戲喔 但也確實 遊戲本身沒有可以參考的前作 只能夠以現有的影片資訊來判斷 很難光靠短短的幾分鐘畫面 就給出必買這樣的答案喔 這款我自己也處於觀望的狀態 但看著流暢的畫面喔 我對它是有期待的喔 有興趣的遊戲第五名喔 是獲得了59票的《幽靈偵探》 他在會買的遊戲當中拿到了第三名 總共獲得了38票 有著相當不錯的轉換率 這款遊戲是NDS上推出過的遊戲 這次推出是高畫質的重製版 並且有部分追加內容喔 這款遊戲在部分玩家的心中 是NDS時代的神作之一喔 我自己當時沒有玩過 但是看著留言區大量的留言 可以理解這次的投票結果 也確實勾起了我對這款遊戲的好奇心 有興趣的遊戲第六名是獲得了49票的 《世界樹迷宮123HD Remaster》 他在會買的遊戲當中獲得了第五名喔 總共獲得了32票 也是有著不錯的轉換率喔 老遊戲的Remaster老實說在轉換上都是吃香的喔 畢竟玩家多少已經理解這款遊戲 本身就會有一定的支持者基底 這款遊戲並不是大動作的重製 吸引力顯然沒有到鍊金工坊那麼高 但遊戲本身的有趣還是吸引到了不少玩家 想要再次買下來回味 對我來說最大的重點是這次有資源中文啊 有興趣的遊戲第七名喔 是獲得了48票的《密特羅德救急復刻版》 他在會買的遊戲當中獲得了第六名喔 跟迪士尼奇幻島拿到了相同的28票 雖然是任天堂的本家遊戲 但很明顯的第一人稱遊戲在中文圈的玩家中 還是相對的不討喜喔 我有把這款遊戲買下來玩喔 遊戲的畫面調整非常多 相當漂亮好看 是符合現代遊戲水準的喔 但第一人稱在我玩了一個小時半之後 還是3D暈了 顯然要破玩真的是遙遙無期 相信有不少玩家也是因為3D暈而勸退喔 有興趣的遊戲第八名喔 是獲得了34票的《歡樂森巴》 《歡樂遙遙派對》 他在會買的遊戲中同樣也獲得了第八名 總共獲得了20票 這款遊戲是一款體感類的節奏遊戲 老實說我很意外喔 有興趣的玩家這麼少喔 如果是我自己內心的話 這款遊戲我會願意給他很高的名次喔 不過畢竟是體感又是節奏類的 相對小眾也可以理解 加上有些人可能跟家人同住 玩起來確實尷尬 我自己在工作室玩 想到可以自己躲起來玩這種在外面不敢玩的遊戲 就讓我很期待 到時候希望能夠找到有買的玩家一起PK喔 遊戲的部分就整理到前八名 其餘的遊戲票數就相對的比較低 不過時尚造夢拿到了有興趣遊戲跟會購買的第九名喔 我自己是有點意外 顯然喔我還是有一定比例的女性觀眾的嘛 剩餘的數據部分這邊提供在畫面上 大家可以按暫停參考喔 遊戲有沒有支援中文 對現在的遊戲環境來說 已經是越來越不需要煩惱的問題了 但就還是有一些遊戲無奈的沒有中文喔 這次的直面會當中就有不少這種類型的遊戲 這邊調查之後 231票當中有152人對沒有中文的遊戲有興趣 而只有71人會買沒有中文的遊戲 那就來看看是哪一些遊戲吸引到了這些玩家 讓他們即使沒有中文也想要買喔 首先沒有中文有興趣的遊戲第一名 是獲得了78票的雷頓教授與爭氣的新世界 他在會買的排行中同樣是第一名 總共拿到了39票 這款遊戲在這次的直面會當中 光靠一張臉就讓不少玩家興奮 實際上歷代的作品都沒有支援中文喔 但根據有玩過的玩家分享 這款遊戲即使沒有中文也可以順利的玩下去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可以理解這麼高的轉換率來源喔 我也會想要嘗試看看 再來是沒有中文但有興趣的第二名 是獲得了77票的 淘汰狼電鐵世界地球圍繞著希望轉動 1票的差距非常拉扯喔 雖然他在會買的排行當中同樣是第二名 但是只有拿到23票 轉換率相對低下 日本國名等級的遊戲 其實已經吸引到了不少國外玩家的注意 這次預告出來之後 看到遊戲從日本鐵路變成了地球喔 我原本真的還以為喔 他要多語言推出了 但結果目前還是沒有消息 或許可以期待一下吧 沒有中文的遊戲啊 我有興趣的 還有這次的第三名喔 獲得了36票的 奇幻生活I 咕嚕咕嚕龍 與偷取時間的少女 動森風格的奇幻生活喔 希望未來有機會看到中文版的消息 之後有消息的話呢 會在每週的電玩亂報當中跟大家分享 另外這次的直面會當中 還有不少擴充票的消息喔 這邊同樣有做了統計 231人中有203人參與了投票 並且GB加GBA以118票 拿下了滿意度第一名喔 斯普拉頓3則以95票拿下了第二名 任天堂本家的DLC 還真的相對之下比較不會有岩上 或是說現在的玩家更能夠接受 這種額外購買的形式了 這點未來有機會我們再來討論喔 我自己這邊還有額外調查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看過這次的直面會之後 是否覺得Switch已經走入壽命尾聲了 其中有60.2%的玩家選擇了否 不過在第二題當中 看過這次直面會之後 是否希望任天堂推出新主機 卻有61.5%的玩家選擇了是 也就是說目前有不少的玩家內心 也是處於微妙的狀態 又覺得Switch可以繼續站下去 又同時希望能夠推出新主機 以這個角度來說 這些玩家希望的或許是新版本的Switch 而不是新的世代 確實我個人的內心也還沒有想要換代的心情喔 不過覺得Switch走入尾聲 跟不希望出新主機的玩家 也都各佔了接近40% 玩家的呈現目前卡在了一半一半的狀態當中 我會覺得如果這次的直面會有驚喜 或許比意上會更支持Switch站下去 我很期待任天堂的下一步喔 在之後有直面會之後我會做相同的調查 看看整體的結果變化 另外下一個問題 如果任天堂推出新主機是否會購買喔 有83.5%的玩家選擇了會購買 這點我自己是不太意外 換代能夠吸引到8成的玩家投入 已經是很不錯的轉換了 後續就要看遊戲公司自己的行銷努力 是否能夠再次有所突破 以上就是這次直面會的滿意度調查結果 不曉得這個結果跟各位內心的想法接近嗎? 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 有參與投票的玩家 我知道我還有一個私心的問題喔 關於這個私心問題的部分 等之後開直播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我記得的話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虎 祝各位遊戲愉快